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男 一直以來我最尖尖的身體技一部份 第一 眼睛毛 第二 就是我鞋的尺寸 因為我的腳很小 第三 就是我的牙齒啦 一直以來也有很多人說過我牙齒很白 最近還經常在Facebook看到一個韓國美白牙齒產品的廣告 所以就有很多人問過我 你有沒有用過那些牌子的東西啊 我可以在這裡告訴大家 我是沒有做過任何漂白牙齒的treatment 或者是用很多廣告看到的韓國美白牙齒產品的 其實我美白牙齒有其他方法 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又不吃煙 為什麼牙齒會這麼黃的呢 因為第一步最基本的護理 就是要喝任何有色飲品的時候 一定要用飲糖、鱷魚、咖啡、奶茶、可樂 那我其實從中學開始貪美的時候 就已經很注重牙齒的保養 我這個習慣已經維持了很多年了 就算是這麼矮的罐裝奶茶 沒有適合的飲管 我都一定會用長飲管去飲 如果不用我是有點不安樂的 就是有點誇張 如果不用的時候 我會避免接觸我的牙齒 這樣吞下去 因為那些有色飲品 真的會令牙齒變黃 特別是茶類和咖啡這些 如果你說啤酒 沒有理由用飲管喝的嘛 所以其實我啤酒也是就這樣喝的 我也是沒有用飲管的 第二樣 關於牙刷和牙膏的選擇 雖然我自己是用電動牙刷的 最普通的那種 好像在萬寧買五、六十元而已 但是其實我覺得用什麼牙刷是沒有太大關係的 而且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大力拆牙 那些牙齒就會白一點 其實真的沒有關係的 反而可能會破壞了你的髮囊質 令到你的牙齒不健康 所以千萬不要大力拆牙 無端端講了這個拆牙知識 其實我有朋友說過 原來拆牙是要拆得夠久 不是拆得夠大力的 如果要很清潔的牙齒 就不要隨便拆 我通常都會用牙膏拆完一次 用一用再拆一次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用什麼牙刷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個我覺得 用完有一點美白效果的牙膏 就是絲黃潔白牙膏 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產品我用過的呢 最近貪得意在韓國Olive Yarn 就買了一隻便宜的美白牙齒產品 那都是好像六千瓶還是七千瓶 都是四十多元港幣而已 因為其實我不是特別需要很強地去美白牙齒 因為我覺得現在都ok的了 所以我純粹買回來 試試看是怎樣的 就是這個了 大家千萬不要因為我介紹它而買 因為好戲在後頭 那這個就是一個好像針筒設計的產品 分開了這個之後 塗在牙齒上面 然後等十秒 它就會變成白色的泡泡 那你就這樣堅持住三十分鐘 不是 你可以含著口 含著口 堅持住三十分鐘 那你就會看到那個美白的效果了 那我覺得這個 純粹是它幾即時有一個 小小美白的效果 但是是不long lasting的 我覺得它只不過是幫你表面 好像加了一些顏色那樣 它不是實質令到你的牙齒變白 所以其實呢 我也是可能有時候 真的想要美白一點點的時候 才會可能拍片之前用一用 但是我最近還是沒用的 因為太懶了 因為呢 做美白牙齒的東西 最煩的就是你用完 放在口裡 你要保持住它等三十分鐘 然後口水又不斷流出來 就會很麻煩的了 所以我就很少會用這個 或者你可以當它是一個Mask 你用完之後有一個即時小小的美白效果 那便宜一點點算是這樣的 那最後一樣呢 要說的product 應該是我的殺手眼 也是最大的秘密 就是一個我在萬寧買三百多元的牙貼 因為我大概在中六的時候用過一盒之後 我就一直都白到現在了 那些牙齒 現在其實已經沒以前那麼白了 以前是白到反光那隻的 因為我覺得很貴 反正現在其實用完之後 沒有特別弄到它很黃 所以我就沒再買過了 其實我真的沒看過任何人介紹 純粹自己看到就想試試看有沒有用 連續做了三天 之後牙齒就保持著很白很白 就沒特別做過什麼treatment 但是我就覺得不可以做這麼多這個牙貼 因為我不知道做到第幾次的時候 牙開始覺得有點膩膩的 而且薄了 有時候吃東西都會覺得有點酸的感覺 好像削薄了那些牙 所以我就沒再用過了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牙齒白的秘密 真的用了之後 這麼多年到現在 快點找我拍這個牙齒廣告 好啦 非常簡短 以上就是我給白牙齒的心得 是零廣告的 我沒收過它們任何錢的 如果大家因為我而買 而真的有用的話 要like這條片十次才行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Bye supernatural 沒有全部都在想 該不會啦 要不要啦 一秒 就快點 這條片 我知道